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因为波叔在唱歌 所以干脆就把灯光聚焦 在了吴秀波自个身上 下一秒 吴秀波伸手感叹 我的追光 于是 灯光师极力配合 把整个舞台的灯光都熄了 只留不出自己的灯光 可谓是万众瞩目了 灯光师很皮哦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 默默表演 哈哈于是就出现 理下吴秀波个人solo开心时刻了 彻底放飞自我 这是要跳起来了吗 几个导师把现场的气氛彻底调动了 先是吴秀波用歌声吸引观众 引起了尖叫 灯光师一点也不偏心啊 刚给吴秀波独秀 现在又把灯光打给了子怡 张子怡很兴奋 鼓动着大家一起来 我们需要一点energy能量 果然子怡几句话下来 引起了台架的激烈反应啊 大家一起嗨哦 然而张子怡还很调皮 他拉起了旁边的山针哥哥起来 笑会儿 哈哈 有时候觉得张子怡说的话也很接地气哦 一个劲儿 他拉起了学生让他起来跳舞 哈哈子怡都这么邀请了 山针哥哥倒也不扭捏了 直接站起来开始自己可爱的跳舞 笑哭 这时候的灯光是聚焦在山针哥哥身上的 节目度果然一点都不偏心啊 三个导师轮流独享灯光 观众瞩目了 子怡 为了调动现在的气氛也是很可爱的 先是来了一个萌萌大的飞吻 后来又比心哦 简直不要太可爱的 于是就引起了山针哥哥的模仿秀 哦 山针哥哥 看到子怡飞吻比心 既然不能模仿飞吻了 那就别个心吧 还得比个大的心哦 山针哥哥很可爱的啊 跟子怡的互动也莫名搞笑 之前汪峰来的时候 山针哥哥临上台 钱还不忘嘱咐汪峰 晚上要一起喝酒 子怡当时也接话道 来都来了 你说说 子怡的话莫名戳中猛点啊 言下之意是既然来了 那肯定要喝酒了 一句你说说很可爱 哦 子怡比完心 山针哥哥比心 山针哥哥比完心 波叔接着比心 三个人这是开启了比心大赛吗 不过波叔比心很帅 子怡比心是很可爱的 山针哥哥比心则是莫名 戳中猛点啊 张子怡化身小迷妹 听波叔唱歌也是很猛 还喜欢让山针哥哥跳舞 几个人相继 比心太可爱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针哥哥比心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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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针哥哥比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